基隆市長謝國良面臨罷免危機 基隆市巡委會公布查詢單 只有寄送一千四百四十一份 並不是原先傳的二點五萬份 但也讓罷良投票幾乎成定局 不過最新民調也出爐了 不同意罷免的民眾是遠高於同意罷免 不過從投票意願來看 卻是同意的民眾比較多 會不會成為變數也引發關注 蹲在地上火速拿起電話通報 基隆市長謝國良視察公車增搬 沒想到卻遇到前方出了車禍 親自守在民眾旁 身為基隆市大家長要維護市民安全 但謝國良如今深陷罷免危機 日前拆糧團體送交四萬三千份 連署書一度傳出基隆選委會 也要寄送兩萬五千份查詢單刁難 不過五號公布最終只寄送 一千四百四十一份查詢單 就算全數每收到回覆 連數還是遠超過第二階段門檻 三萬零七百九十二件 罷良投票似乎已成定局 首先我們都跟大家說 我們一直都有在做充分的準備 而且我們也預期一個投票 這樣子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我們都積極在推動當中 謝國良指出早有準備 似乎並不擔心 畢竟根據最新民調 謝國良實證滿意度高達百分之四十九點一 高於不滿意的四十五點三 而對於投罷免票的意向 不同意罷免的人多達百分之四十九點三 遠遠高於同意罷免的三十九點三 不過若是從確定會投票的民眾意向來看 超過五成同意罷免的人都會去投票 恐怕成為變數 大家其實對於這件事情的一個 如何投票選票的樣式 人民的選擇 其實完全都是無沙沙 所以這段時間我們非常的積極在推動 讓大家出來投票 投不同意票 謝國良喊話支持民眾出來投票 儘管民調看似安全 但就怕反罷免民眾投票意願低 最終還是遭到罷免 記者 超過風 過敏我報導